我们每一个人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对吗 有一首歌就是我新的受造物 不过每一个人都在过程中 虽然说我要成为新的受造物新的受造物 不过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耶稣帮助我们经过这一切 继续的依止我们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到释放 如果要得到依止的话 那么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讲座是关于天主的伟大 天主的爱的伟大 第二个讲座是关于信的 我们能够相信他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完全可靠的天主 永恒的天主 所以我们能够信赖他 现在你要不要得到依止呢 要吗兄弟姐妹们 要 非常好 你要得到依止 我也要得到依止 不过 有条件 要不要听一听什么条件呢 要 好 非常好 条件很简单 是我们的好朋友 每一天的好朋友 那就是宽恕 简单吗 没有声音了 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说是很简单 不过做的话却是不简单 对吗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就是因为要宽恕 就好像耶稣一般一定要牺牲 一定要弃绝自己 哇 弃绝自己 意思说 要放弃我们的自我 对吗 自我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仇敌 宽恕并不简单 今年五月尾的时候 我在中国的东北就是沈阳 为教友 做了一个毕竟 其中一部分就是心灵之欲 在辅导的时候 有一位老太太 前来要求辅导 她说 心灵 我很难宽恕我的媳妇 就是因为我们相处很久 不过相处的很差 越来越差 哇 我该怎么办 我说 唯有宽恕 才能够解决这问题 哇 宽恕啊 这很难做得到咧 不过还是跟她说 你要宽恕 最后她就 好像要去做 然后 那一位做媳妇的就去 另外一位 那时候我 带了一位圣山 我们就会有 第三会就是 为世俗人的会 那就是圣山之家 有一位会员 跟我一起服务 这位做媳妇的就去 她那一边要求辅导 也是所受一样的困难 其实我们不知道 不过 在分享的时候 这一位做家伙的钱 来分享 是她自己说的 然后呢 分享的时候 她说 在洗脚里的时候 她心中就说 好了 我就努力的宽恕 她就跟 媳妇说 我要洗你的脚 不过媳妇就说 不不不 应该是我先洗你的脚 哇 他们就洗脚了 轮流洗脚 洗脚之后 互相宽恕 互相接纳 得到了释放 得到了医职 所以在分享的时候 她是充满了喜乐 在分享的时候 她的媳妇前来 然后抱着她 两个人一起哭 真的是非常感动 看兄弟姐妹们 唯有宽恕 我们才能够 完完全全的得到医职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马斗福音18章21-35节 马斗福音18章21-35节 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 可以翻开 如果你有带圣经 不过在房里的话 带会儿10点45分 请你把圣经带过来 因为我们将一起做圣经颂读 有带来吗 耶稣基督在福音中 教导我们要宽恕 多少次 他在福音中说 在还没有日落之前 你一定要和你的仇敌和好 仇敌其实不用大的仇敌 小的仇敌 也是算是仇敌 对吗 可能有一些冲突 所以呢 也算是我们的仇敌 在还没有日落之前呢 我们应该宽恕我们的仇敌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念 宽恕之道 那时伯多路前来对灵书说 主啊 若我的胸胸而借了你 我还关注他多少次 知道几次吗 耶稣对他说 我不对你说 知道几次 而是早几次的几次 为此你给我好与那个君王 要从他的五人算帐 他开始算帐的时候 给他送来一个仙敌 欲望法令 要他没有而得 主人就下令 要他把自己合起而合力 以他所有的一切 都会卖来完善 纳古人就不能再进口来 他说 主啊 永恶我吧 一切我都要还给你 纳古人的主人就动了 祂是他们 并且也生灭了祂的罪 但纳古人正是其实 一见了一个先还一半的难断 祂就抓住祂 抓住祂的龙龙脖 满一切我都在 祂的同伴就不在地 还请祂说 永恶我吧 我必还给你 但是祂不愿意 希望祂再切你 知道祂的存在 祂的同伴先到所有本事 非常悲愤 祂的义法 所有发生的一切 靠住了主人 于是主人把那古人叫来 对祂说 恶不乎 因为祢爱出了我 我赦免了祢 要不要灵散了 儿子的义法 夜的乡 难道你不要 演免了你的同伴 如果我们也能 演免你 不一样 祂的义法 所以把祂交给行事 知道祂还清所想的机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你看 耶稣拿这个比喻 就是因为伯多禄先开始问他 伯多禄是一位中土是吗 中土也是人 他应该是体验到我们所体验到的事情 那就是在每一天生活中 门徒们是生活在一起 跟随耶稣的